当这个世界有一些难处临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盼望有英雄出现 有伟人出现 谁是英雄 谁是伟人 就是你自己 当你在自己在极度的苦难中 还能够想到要去帮助别人 善待自己也想到要去帮助别人 你就是英雄 你就是伟人 你会发现当你越想到别人的时候 你里面的创伤会一次又一次的得到预知 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利用 当你在极度的苦难当中 越发不想自己 越发想到我怎样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仍然有意义 仍然有价值 而这种意义 这种价值观 价值感 让你充满力量 这是神所定的利用 我相信 在平安日子当中能够去帮助 能够去帮助能够去想到那些有难处的人 就是伟人 就是英雄 哪怕是给有难处的人打一个电话 写一篇文章 发出一个声音 为他们祷告 你就是英雄 你就是英雄 你就是我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吃给我们 使得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地方去祷告 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倾诉 主啊 你施在十字架上 不是因为你自己有罪 那是因为我们的罪 是因为我的罪 而你三天以后从坟墓里复活 给我们带来一个永生的盘夥 在许许多多难处的时候 主啊 你催停了孩子的祷告 这个时候 孩子愿为许许多多 在苦丹当中 这些中国的同胞 向你献上祷告 你答应我们 一日祷告是大有果效的 主啊 你受的病伤 就是为了让我们得一致 求你在这个时候 把那些在苦难当中 没有地方去哀求的人 抱在你的怀抱里 你催停孩子 为他们的代求祷告 你的安慰要临到他们 你的意志要临到他们 主啊 你是看过孤儿寡妇的神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盼望的时候 你就是他们的盼望 你就是他们的父 哦 我们的主 你看见了中国人的苦难 主啊 你要将你自己的真理传遍到这个 在这个苦难的土地上 让你的百姓都有完全的自由 哦 我们的主 你的名是应当成颂的 主啊 你在历史以来 你带领了以色列人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 让他们认识耶稣是真神 主啊 你要帮助千千万万的 在流泪骨当中的中国人 在你的里面 得有完全的自由 亲爱的主 愿你继续你自己的工作 愿你的名得到至高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